孕妇挺着大肚子观看老公的游泳比赛 没想到因为情绪激动养死破了 等逸琳心松地睁开眼时 老公正一脸担忧地看着她 逸琳却下意识将手伸向孕堵 沉甸甸地大肚堵入尽一片平坦 小宝宝已经顺利出生了 胖乎乎的奶宝宝看得逸琳心都懒 小小一只的铃铛真的太可爱 信号温柔地揽住老婆 内心感到无比幸福和满足 逸琳 辛苦你了 两人相互依偎了一会儿 逸琳就迫不及待地抱起小头 软绵绵的小手包裹住小爸爸的手指 小铃铛迷迷邓邓地睁开了眼 把逸琳给蒙翻了 一个劲地说小家伙长得像老公 可任谁都看得出来小铃铛就是逸琳的翻版 老公贴心陪缠 逸琳却高兴不起来 她不想因此耽误庆浩永队的训练 毕竟明年可能就要参加奥运会 庆浩揉了揉亲亲老婆 以前犹豫 她是为逃避令人烦恼的信息素 但是这一次她是为了追随逸易琳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对能闻到 我们一个信息素的气味感到喜悦色 见老婆呆呆的样子 庆浩开玩笑说自己要不做个兴奋剂 检查证人家 易琳只是担心她太累了 殊不知庆浩最在意的就是她 如果真担心的话 就亲一下吧 庆浩突如其来的索吻让易琳顿时羞索 即使生了孩子面对庆浩时 她仍然像个青涩的少女 这时庆浩注意到易琳手中的baby 疑惑询问这是什么 听易琳提到母乳 庆浩脑中突然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 手笔脑子更快地做出了粉 看着老婆惨兮兮的小红豆 庆浩心疼坏了 连忙贴贴给老婆某样 能遇到易琳是她最大的幸运 我爱你易琳 而易琳也用同样的话回应了 厂后的欧妹的偷偷使用鸡奶工具 结果宝宝的分量差点被老公全解决了 接上话 庆浩获得了选拔赛的第一名 同一天她和易琳的孩子也平安出生 两位运动天才的爱情故事迅速霸榜热搜 越来越多人开始支持他们 特别是期待庆浩能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 生完孩子的易琳信息素也回归正常值 似乎也有望继续参加花滑比赛 一直默默关注易琳的外卖小哥诸浩文言 也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有了老婆和宝宝的陪伴 庆浩终于能心无旁骛全力冲刺 一路过关斩将的她成功勇夺金牌 还创下了世界纪录 易琳怀抱着小铃铛看完了整场比赛 祝贺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老公一把举高高 小铃铛迷糊地夹在两个爸爸中间 无形中被塞了一把狗牙 围堵上来的记者趁机咔咔咔拍照 记录下一家三口幸福的画片 结束采访后 武振也赶了过来 看见穿着熊熊衣服的小铃铛 都快被蒙发了 知道今天是福福二人的纪念日 为了给他们制造独处时间 他主动要求照顾小铃铛 庆浩将戒指给了易琳 如今他得了金牌 希望易琳能亲自为他戴上 就像当初一样 两人相拥而稳 他们彼此都知道今夜会格外漫长 但谁都不会选择放弃 时隔六年 因病隐退的易琳再度重回赛场 带着对华冰的热爱和家人的支持 这位曾经的花华王子又一次大放光彩 回望过去 遭遇职业生涯滑铁卢的他 怎么也想不到会遇到自己的波浪 让他漆飞又寒冷的世界隐满月光 带来的明亮和温暖 还有最宝贵的小水珠 明明是还没断奶的香卵小蛋糕 偏偏我妹的爸爸一碰就啼哭不止 这让刚生完娃的易琳快自闭了 好在有elf爸爸贴心照亮 去训练场都带着小铃铛 熟练喂奶的动作更是令队友都惊敌了 武镇奇怪易琳怎么不在 而且看他最近的状态也不太好 信号这才说出实情 原来之前易琳受场后 已经躺在医院住了两楼 他还经常带小铃铛去看过小爸 可奇怪的是自此以后 只要易琳一碰 小铃铛就会哇哇大哭 明明是从不认生的乖宝宝 信号也很苦恼 看着小家伙懵懵懂懂的样子 心想应该只是暂时现象吧 别让小爸爸太辛苦了 回家后 易琳仍旧尝试亲近小铃铛 香香软软的香浴小团子就这么愣愣的忘记他 让我妹的爸爸心软的一趟 小铃铛乖巧的含住奶嘴 小口就开始不停作作 刚才还难受紧张的易琳瞬间被治愈了 她的小铃铛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 能这么相处她就应该知足了 慢慢相处小家伙会改变的吧 想起以前的美好时光 父亲的本能驱使易琳不自觉地伸出了手 随后只听荒荡一声 奶瓶碎了一地 小铃铛像是受到惊吓般嚎啕大扑进来 而易琳的手也不小心手伤了 得知一切的庆浩郁闷又心疼 易琳似乎感受到了老公的低气压 觉得是自己造成了麻烦 变得更加自责 庆浩忍不住抱紧的呆呆老婆 明明最难受最委屈的人是老婆才对 她又怎么忍心责为 今天就一起照顾孩子吧 没想到睡到半夜 庆浩爬起来想给孩子喂奶时 发现自己的香香老婆不见了 抬头就吓了一跳 老婆正捧着热乎乎的奶瓶蓄势待发 等庆浩喂小宝宝的时候 她的大宝宝就目不转睛地盯着 眼底的渴望让庆浩也有些心酸无奈 宝宝在手 只能给老婆送上一个安慰的门 逸琳愣了一会儿 然后像是下一秒就要碎掉四个字哆嗦 她想让小铃铛也轻轻她 好想好想 老婆满脑子都是宝宝 庆浩上心了 以前还是小宝贝 现在是No.2 独自带娃的F奶爸着急出门找老婆 却被奶乎乎的小哭包一把抓住 庆浩此时终于明白了小铃铛排斥逸琳的原因 街上话 由于小铃铛一被小爸爸碰到就会哇哇大哭 逸琳都是小心接触尽量不碰到小家伙 可不知情的运动员将孩子送过来时 慌张地就塞到了一铃铛 小家伙顿时就像落入油锅的鱼 用尽全身力气使劲挣扎了她 就算一铃小心护着 也被这力道呆得不发亮点 差点摔下楼梯 幸好庆浩及时赶到 互助了父子俩 但她的手臂也因此失伤 需要休息一周 而罪魁祸首眨着一双不灵不灵的大眼睛 呆呆地盯着她 独自在家守着娃的庆浩见天色里外 老婆说去买东西却迟迟未归 心中有些不安 殊不知自己的这些情绪 全落入了小铃铛眼中 等不下去的庆浩决定独自出门寻起 结果却被小铃铛胖呼呼的小手一把拽中 可能察觉到大爸爸要抛下她 小铃铛使出了吃奶的劲抓住爸爸 甚至寄出哭包毕杀季眼泪大把叠加伤害 一套脸招下来庆浩根本看不完笑 只能带着小家伙一起出门 于是深夜的街头出现了一对可怜兮兮的父子 焦急的奶爸一边东张西望 一边安抚着怀中呜呼着的奶爸 提着大包小包的逸琳 一眼就看到了这对显眼包护 疑惑的问世出什么事了吗 可庆浩啥也没说 回无高大的身体直接窝到她 逸琳还以为老公是照顾孩子太累了 安慰她手臂很快就好了 这时庆浩才发现小奶宝居然没有哭 小眼睛还一直亮晶晶地观察着她 她恍然明白过来 在逸琳住院的时候 她总是散发出不安的情绪 正是因此小铃铛才会受到影响排斥一铃 小奶宝终于和欧妹的爸爸和好了 不满一岁的运动员预备一正式开始练习爬行 胖宝宝真的太可爱了 街上话 为了在不弄哭宝宝的前提下比她喂满 一铃全副武装上阵 小铃铛小小的眼睛里是大大的问号 不满的她不一会儿就酝酿起扑天 好在一铃操控的可爱玩偶很快吸引了小奶妈的注意力 加上食物的诱惑 小铃铛瞬间就被复获了 一铃立即兴奋地向庆号展示 这时的庆号才意识到一铃的成长 现在的一铃已经学会想办法自己解决 而不是选择逃避 她再也不用因爱人的若即若离感到不安 他们已经是能共同面对未知未来的伴侣 不知是感受到大爸爸心境情绪的变化 还是受福福二人温馨场面的感染 小铃铛也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于是主动伸出肉糊糊的小爪子 朝着小爸爸的方向 在空气中着急的滑腊 一铃震惊之余 试探性地将脸贴近 当小手准确无误落下的那一刻 软乎乎的熟悉处感让一铃差点喜极而起 她的小铃铛终于不再排斥靠近她了 夫夫二人快乐的仰仔日常也不如正面 刚学会下地的小铃铛最近开始练习爬行 虽然小家伙爬得很努力 但回头一看 归来仍在原地 就连小爸爸抱起她时 小胖手还在拼命练习 庆浩都敢叹 这样下去应该很快就会嘟 胖宝宝迷糊地冒着鼻涕跑 含糊不清的嘀喃像是在硬喝大爸爸的话 晚上 等宝宝和老公都睡着了 逸琳才爬上床 想起庆浩已经能适应人群中午妹的气味 明年参加奥运会应该没问题了 她窝在庆浩的脖梗间 脸上泛起潮红 明明应该高兴的是 却忍不住胡思乱想 把自己缩进庆浩壮硕的胸肌里 而装睡的某人再也忍不住开口问她在干什么 生病的小奶娃有多年人 为了到爸爸身边在还没会爬的年纪 竟尝试站起来 街上话 逸琳偷偷闻庆浩信息疏的气味 没想到被庆浩发现 面对口是心非的老婆 庆浩释放出更多的信息疏 结果老婆一句要标记 直接给庆浩整羞涩 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 她又老实地躺了下去 老公的忍者行为弄得逸琳一头雾水 第二天逸琳的发热气来了 想到昨晚庆浩没标记她 她又忍不住胡思乱想 脑海中却不自觉回想起纪念日那天说懂了 莫非庆浩是为了遵守他们之间的约定 这样说的话都是自己的原因吗 还平白给庆浩增加了压力 等老公一回来 虚弱的逸琳伸手要抱抱 然而这一抱却在老公身上闻到了 其他欧梅的发热气的气味 不出所料的 庆浩被赶出了屋子 吃醋的逸琳把自己裹成了球 不准庆浩再碰她 庆浩耐心解释 有小孩到他们的游泳场地参观 不小心掉进水里 她是为了救人才沾染上来 听到这 逸琳不淡定了 他们初次见面时也是庆浩做她 庆浩能正常接触其他欧梅的 她明明应该感到高兴 可现在却觉得难受 庆浩一下子就明白老公是吃醋 心软的一塌糊涂了 傻瓜我早就是那个人 猝不及防的撩拨让逸琳心跳加速 伸出臂膀让庆浩紧抱住她 逸琳的发热气刚过去没多久 小铃铛就发烧了 庆浩要准备训练 带娃的事就交给了逸琳 生病的胖宝宝都粘巴了不少 眉头也皱得紧紧 小爸爸帮她擦掉鼻涕后 还呼吱呼吱地解决呼吸大气 经过逸琳的努力 小铃铛的体温终于降了一些 没有庆浩在 逸琳一个人快累麻了 然而只是起身去消毒的功 小铃铛眨巴着大眼醒了过来 小脑袋东张西望地寻找小爸爸的身影 找到目标后 小奶娃一个鲤打听给自己翻了个面 撑起肥嘟嘟的四肢 可用力半天除了让香软的小屁股觉得更高 还是无法移动到小爸爸身边 只能窝在原地掉眼泪 好在很快逸琳就注意到了可怜兮兮的小家伙 生病的小铃铛变得超级粘人 就算小爸爸温柔安抚 小奶娃还是懂得厉害 逸琳很快发现问题所在 被子好像太薄了 一辈的逸琳好不容易休息一会儿 醒来一看天都烫 香香软软的香玉小丸子兴时蒸熟了 呼呼冒着热情 一侧体温已经到了40度 逸琳快吓坏了 赶紧将宝宝送去急诊 医生解释是盖了厚被子才导致体温升高 调高房间温度盖高被子就好了 逸琳很是自责 身为新手爸爸的她还是不太会带海 回家后 逸琳的脑子里还不断回想着这件事 看到虚弱的小奶娃 巨大的愧疚感包裹住她 小爸爸的抽气声很快引起小能量的注意 小宝贝哀哟哟的努力爬起 偷到小爸爸身边就是一个大大的轰 肉呼呼的小手温暖地倾向着 老夫无声地安慰爸爸别哭了 这暖心的举动让伊林感动不冷 他搂紧怀里的小家伙 似乎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等大爸爸回来 父子梁已经憨然入梦 这也许就是家存在的意义 不久花华队和游泳队开展团建 也因场地刚好选到伊林家父亲 作为花华天才与游泳健将的孩子 小林荡成了活脱脱的团体 刚掌乳牙就被众医叔叔争相吐问 自从能正常接触我没得好 信号也终于能参加队里的一些活动 在队员们心中也变得温和不少 大家将一切归功于伊林 多谢他改变的信号 望着老公伊林若有所思 小家伙嘴里则一直嘀咕着搭搭 教练一惑只是在叫爸 呆呆萌萌的铃铛宝宝究竟有多乖 临时奶爸都想用五颜六色的麻袋 把他套回家 街上话 听见两个爸爸之间的称呼 小铃铛宝贝已经学会叫爸了 教练都夸赞真实神童 不过他好奇两夫妇怎么现在还没改成活 都是夫妻了 应该叫老公啊 伊林瞬间羞涩地低下了头 像是叫过淡淡是在梦里 喝得半醉的信号将头靠在他的肩上 可能是喝迷糊了 在教练的鼓动下 信号冲着伊林来得最亲爱的 年轻的欧眉的脸一下子红得像熟透的苹果 热闹了一天 小奶娃也累得睡着 又到了小夫妻独处的时间 这次的也因信号格外努力 都是在为老婆的付出做准备 如今该是他讨要奖赏的时候 刚来了点暧昧 两人就羞肿青涩的无形 没想到老婆的一句歌 狠狠戳在了信号的敏感点上 正准备将小妖精就地正好 结果被队友和教练打搅了好事 看到吃饼的信号 伊林笑出了声 暂时也不纠结成果 反正他们来日方长 没几天 信号的一感气突然提起 家里请的保姆刚好休假 只好让武镇来照顾小云大 香香软软的香玉小丸子 躺在娃娃车里很是幽子 就算两个爸爸不在 也会乖乖听叔叔的话 安安静静地用小胖手 认真感动一致 看到好朋友小熊 会立马抱在怀里惊惊 再断奶气味 其他食物小铃铛也不哭不闹 张着小嘴儿无一口 咬巴咬巴 这样听话的模范宝宝 给了武镇这个零食奶爸 很大的脑 连用哪个颜色的麻 带把小家伙套回家都想好了 就在这温馨时刻 深情外卖歌突然出现 朱浩直愣愣地盯着他 又不说话 把武镇愣得不知所措 旁边的客人本来要坐下 又避之不及地匆忙离开 武镇还以为是朱浩这样太吓人了 结果反被朱浩指出 身上有浓重的一点气气味 他这才恍然大悟 两个人吵闹的时候 小铃铛还呀巴呀巴掌着嘴 静静等待头位 小铃铛第一次见到可爱修狗 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两个软萌的小可爱 还没有过多交流 修狗就回到了主人的怀头 笑容温柔的女孩母亲 让小铃铛响起了小铃铛 最亲的爸爸们都不在身边陪着铃铛 委屈巴巴的小奶娃顿时哇哇大哭 最动静把武镇吓了一条 手忙脚乱地立马翻掌气小区 偏偏这个时候小熊不见了 武镇只好原路返回独自寻找 将小铃铛托付给朱浩 小家伙已经哭得打起了哭格 嘴里还嘟闹着小爸爸 看着神似心爱之人的翻版小布点 朱浩破天荒地拖起手套 戳了出那张软糊糊的小脸 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时间一转到了网上 朱浩抱着小奶娃像个望夫人一样 等在园里 武镇终于找回了小熊 要不说宝宝是属作的 原本哭成小花猫的小铃铛 看到最好的朋友小熊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立马变得亮晶晶 呆萌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 地灵的手术很快确定了小铃铛 回家这天 一个胖嘟嘟的小肉 囚禁驾驶一辆无牌四轮车 飞速冲断 幸好没伤及无辜 想来是小铃铛刚开始学步 跑不来欢迎小爸爸回家 庆浩问老婆情况如何 逸琳将要定手术日期的事 告诉了庆浩 当然也通知了教练 手术后他马上就能复出 只是可能无法给亲自召开小铃铛 庆浩也看出了老婆的犹豫 十有八九十放心不下的 不过既然他们是夫妻 就要一起想办法 在庆浩的开导下 逸琳似乎也决定 坚持自己的花花梦 她一时兴起做起 以前恋不如素次的标准风格 手臂轻百天 画出一道道优美的风险 在晨光沐浴下 逸琳像是一只 翩翩七五的灵蝶自由而热烈 小奶娃踏着学步车走来 也像模像样的原地转圈圈 获得逸琳的大力赞赏 被夸夸的小铃铛 回应给小爸爸的是 充满满味的笑容 小奶团和爸爸们 一起上了育儿节目 还露出了出生以来 第一个笑容 真是太可爱了 我挺挺挺 街上话 为了老婆的顺利付出 原本讨厌暴露 在镜头下的庆号 接受了育儿节目的邀请 小铃铛也早早做好了准备 一大早就扭动小身子 开始运动 现在的小奶娃 即使没有学步车的帮助 也能摇摇晃晃地走紧 憨太可惧的样子 让节目组的人都被蒙反了 就是可惜 没拍到小家伙哥哥笑的画面 逸琳此时恍然发现 好像真没看过小铃铛 露出灿烂的笑容 难道是生性不爱笑吗 作为小铃铛最爱的书 吴震也被邀请过来 看到走路摇摇摆摆的小奶团 他非常惊喜 除了庆号夫妻 吴震待在小奶团身边的时间 是最多的 可就连他也没看到 小家伙露出过笑容 观看儿童动画时 小铃铛都是炯炯有神 不能被打扰 嘴角还挂着可疑的水滴 玩肥皂泡泡游戏时 小家伙会聚精会神的 认真钉着泡泡 玩飞机游戏时 胖宝宝也波澜不钉 只会奶生奶气的动乱 总之 吴震觉得小宝宝 只要天真可爱就好了 不用在意大人的女朋友 一天的录制结束后 小铃铛换上可爱的小熊宝宝 小彩七色婴儿叫叫起 被两个爸爸一人 牵着一只小爪子的雪子 逸琳还在执着于 小铃铛不笑的问题 幸好觉得小奶娃 能表达自己的喜悟已经很好了 不必强求 一铃还在想哪来的羞狗 可爱羞狗已经认出了一铃 热情地用汪兴宇和她打拥 脑海里忽然闪过些什么 一铃这才恍然大悟 她和庆浩第一次相遇 不就是为了救这只羞狗吗 没想到羞狗居然还认得出她 而且这个公园 正是他们初次见面的地方 和那时比 她改变了很多 如今真的感到很幸福 这句话对庆浩来说 比任何表白的冲击来的都大 以后她会让老婆感到更幸福 这是承诺也是告白 一铃抱紧怀里的宝宝 一瞬间羞涩又感动 那她可要好好期待 就在两人冒粉红泡泡的时候 怀里的小奶团咽呀咽呀的物理 肉嘟嘟的小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 一剑射穿了两位老父亲的心 庆浩奇怪这小子在笑容 但也不作结这么多 一家人快快乐乐在一起 才是最主要的 在一地训练的庆浩舍不得老婆 提前回家 却在老婆的被窝里发现了另一个家伙 小铃当吐出奶子 一脸认真地盯着打扰她睡觉的男人 久久没有反应 当一铃抱起小家伙 让她和大爸爸打招呼时 眼疾手快的小不点进一把 好奇庆浩的宝 真是有仇当场暴啊 一铃手术刚做完就要开始训练 庆浩十分不赞长 怎么说也等休息一段时间 可一铃有自己的想法 太久没训练 她能感到自己变得没那么理会 而且她也想早点习惯和小铃当分开 希望老公可以支持自己 虽然嘴上说没事 身体却偏不了人 在逗铃当宝宝的时候 小家伙一兴奋扔掉了奶子 一铃蹲下去 我梗簇竟传来一阵刺痛 当时一铃只是觉得奇怪 并没放在心上 直到这种情况出现得越来越多 有时还会有反胃的 这天如往常一样 一铃给小铃当做了婴儿腐蚀 看小家伙嚼巴嚼巴 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一铃露出幸福的笑容 一旁的庆浩默默注视着她 似乎发现了什么 一铃其实也很不安 明知身体的疼痛和手术 脱不了关系 却不敢现在告诉老公 谁知庆浩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一把抱着她 孩子已经哄睡着了 也该是他们的二人时间了 今天的庆浩格外粘人 把她抱得紧紧 熟悉的刺痛再次传来 一铃也是强忍着 庆浩却若有所感的真开 胖宝宝想让小爸爸抱抱 却被大爸爸残忍截胡 小奶娃都要闹情绪了 事情还得从今天早上说 庆浩送老婆去训练场地 两人腻歪了一阵之后 一铃红着脸送老公离开 这一幕恰好被教练全部看见 不由感叹二人关系真好 不过她觉得一铃还是休息一两个月 再来训练比较好 但一铃嘴上坚持说没事 她对花滑的炽热教练都看在眼里 实在无法拒绝 只能给她鼓励 教练离开后 一铃一个人在冰面上滑行起来 颈部的刺痛让她瞬间栽倒在地 这一摔真的超痛 一铃干脆仰躺在冰面上 太久没练习 她不仅使不上进 支撑的力量变弱了 触感也变差了许 心情却意外的好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或许就是这样吧 没想到这一趟 一铃不小心睡着了 望着还在高烧中冒热气的脑锋 庆号也无语了 一铃还在闪问 能再次在冰面上滑行 感觉真的好棒 以后他们一家三口还可以一起住啊 庆号无奈摸摸她的头 被烧之前先好好休息吧 这时小铃铛抬着学步车赶过来 养着肉嘟嘟的小脸盯着她 想让小爸爸抱抱抱 怕小奶娃被传染感了 庆号先一步把她抱起来 一铃很想要抱抱抱抱 可谁让她生病了呢 看着笑容越来越多的老婆 庆号心里交织着愧疚和安心的复杂情绪 不想让老婆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又欣喜于老婆能做自己对爱的事 幸好去医院检查 老婆也无大碍 恢复过程中手术部位不是正常的 一铃开心极了 见到医生建议她再休息一个月的时候 瞬间感觉天窦塌了 我妹的奶爸抱着铃铛宝宝去接大爸爸 谁料遭到热情粉丝为敌 害羞的小奶娃立马把自己藏了起来 街上话 在家休息的期间 一铃交小铃铛交爸爸 被低溜起来的小奶娃学得有模有样 让一铃很是欣慰 突然想起老公要下班了 她干脆带着小家伙一起去接庆号 当一铃抱着可爱的铃铛宝宝出现在场馆的时候 很快被一拥而上的人群围离 害羞的小奶娃埋进小爸爸胸前 想把自己藏起来 路过的五镇看见被围堵的父子俩 立马上前解决 原来自从育儿节目播出后 小铃铛超级受欢迎 航管里有很多人是小奶宝的粉丝 但是因为害怕庆号 大家才没有像今天这么的对 二人聊起手术的事 一铃恢复得很好 只是担心庆号照顾他们往的是不是很惊讶 自己可能忽略了他的感受 五镇没想到一铃会这么想 和一铃说起他第一次遇到庆号发生的事 看似男相处脾气差的庆号 其实是个有更予感与温柔的人 龙荡宝宝小脸衣服一衣服 咔嚓咔嚓嚼嚼着磨牙棒 听叔叔讲大大把事 后面五镇慢慢了解他和庆号亲近起来 当时他还以为庆号会打人 虽然因为欧美德的气味难受 庆号也从来说过欧美德的方法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一铃也是被这样的庆号谋定 二人说说笑笑间 庆号来了 望着与以前阴沉沉的状态完全不同的男人 五镇真心为他感到高兴 这天一铃的发热期又来了 本来欧美德在生完饱了后 一年内都不会有发热期 三一铃体质退出 医生又建议避免使用其他药物 最好在没有医治剂的情况下 也要做多发热期 害怕老婆再次怀孕 信号只好中途止歌 去买了宝宝和屁股 并表示下次一定会好好保健 一铃脸热的发烫 老公越来越会撩了怎么办 看到爸爸们抱着别的宝宝 吃醋的小团子急得差点学会走路了 一手抓着一只爸爸死活 撒手 原来这个周末 夫叔俩带着铃铛出门逛街 铃铛宝宝真的很喜欢小熊 看到推销员手里的小熊帽子 眼睛立马变得亮眼睛了 小爸爸将帽子戴在小团子头上 直接被蒙翻了 咱家的胖宝宝真都太可爱 而铃铛宝宝好像听懂了一般 露出为数不多的两颗小乳牙 对着爸爸也给直了 夫叔俩推着婴儿车到处闲 一零一眼看中了一辆婴儿谁不知 听说是最近很受欢迎的款式 迫不及待地让小铃铛坐上去试试 乖巧小团子很配合地展示产品 不用大人交易落地就卖七小端 马上起步加速围着中间绕圈圈 像是生产队的驴在拉石墨一样 飞销员第一次看见这么会玩的宝宝 庆浩觉得这小崽子应该很快就会走路 一零也是同样的小 那么好的东西当然是买下来了 这趟逛街收获满满 一家三口来到小儿通马馆 夫夫二人开始学习如何给小宝宝 肉嘟嘟的小团子被暗得咯咯直笑 一零标准的手法也获得老实的赞赏 一节课结束 旁边圆鼓鼓的小宝贝已经明明呼呼睡着了 贪太可疏的模样让一零的心都哗 可对方妈妈交谈才知道 虽然这个小憨豆的个头比较大 实际上年纪比铃铛宝宝还小 说到这小憨豆突然醒了过来 不知妈妈去厕所的小奶妈当鸡娃娃大王 不爱饭满的一零熟练地抱起奶娃娃娃娃 小憨豆的哭声也戛然而止 原来是噎住了 一零扑斥一笑 他家的铃铛有时候也有 旁边的铃铛宝宝感觉偏逗他了 手里的小熊也不向往 害怕小爸爸被别的宝宝抢走 小团子急得差点学会自己走路了 他爬到小爸爸腿 养着小莲眼泪汪汪 可怜巴巴的样子像是被人抛弃的小狗 狮子墨若腹 信号主动将小憨豆抱过来 铃铛宝宝如愿到了小爸爸 可看到大爸爸抱着别的宝宝 小家伙又足了 一双大眼睛又开始酝酿眼泪 于是乎 当小憨豆的妈妈过来时 就看见了这奇葩的一遍 相遇小团子一手一个爸爸 还死降着抓紧不松手 事后 铃铛宝宝扭过小脑袋 就是不吃东西 一看就知道闹病了 一铃哄怕吃东西 小团子竟哼了一声 一铃笑得不行 果然不够强大的时候 生气都会让人觉得可爱 相遇小团子正是黏人的年纪 连睡觉都要爬到小爸爸怀疑 街上话 逛街回来后 可爱的铃铛宝宝趴在大爸爸身上 怎么也不肯睡觉 一夜未眠 信号快被折磨疯了 好在一铃及时把药膏免回来 原来是小团子背上长得痘痘不舒服 才一直睡不着 一铃吸心上药 懦唧唧的小团子全程作着手指 吃得欢快 当小爸爸问他是不是好多了 聪明的铃铛宝宝指点小脑瓜 这下两个奶爸总算安下心来 因为今天起得太早了 一铃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没想到怀里的胖宝宝也有样学样 懒洋洋的张开小嘴 买一铃蒙的不行 等把孩子交给保姆后 一铃就累得睡倒在沙发上 训练回来的庆浩温柔的抱起老婆进了卧室 又转头来哄香染小狗 铃铛宝宝声无可恋地躺在大爸爸的怀里 突然呼吱呼吱地震脱出来 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朝卧室爬去 好不容易到了门口 肥嘟嘟的小脸差点被挤成瓜子 发现目标后 小奶娃哆哆嗦嗦地撑起身体 终于成功够到了床单一角 可这个位置 离小爸爸还是有一段距离 铃铛宝宝只好使出了吃奶的劲 晃悠悠地朝旁边一点 一不小心就摔了一个屁股蹲 不服输的小奶娃吃力地再次站起 但银身高限制始终爬不上去 只能惨兮兮地在床边呼唤小爸爸 下一秒直接被两只大手给抓走了 逸琳被声响吵醒 将小团子搂进了自己怀里 刚才还精神抖擞的幼崽 静一秒入睡 庆浩觉得有点魔幻 逸琳往旁边挪了挪 招呼着他一起躺下 疲惫的庆浩很快也睡着了 逸琳望着父子俩露出笑容 连睡姿都是一样的 老婆给自己生了个小情敌 是中什么样的体验 庆浩表示活人微嘎 误扰谢谢 街上话 清晨先醒来的庆浩看到老婆的背影 觉得幸福又充实 她献上一个甜蜜的早安文 抬头却发现胖宝宝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 含着小奶嘴不停啪出啾啾的奶奶 像是在模仿她 尴尬的庆浩一时呆住 铃铛宝宝直直盯着大坝 突然一笔做气扔掉奶嘴 有样学样的也揪了一笔 被救醒的逸琳还以为小铃铛要吁吁了 抱着小奶娃离开 庆浩像个冷宫气飞一样孤零零待在原地 整个人都淋乱了 逸琳看她从早上到现在都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很是好奇 面对憨憨老婆 庆浩感觉自己像是右拐小红帽的大灰类 那一丁点不满也烟消云散 只剩下想欺负这个小呆瓜的虫 两人还没腻歪多久 又被醒来的铃铛宝宝打开释法 年轻小夫妻甜蜜一下真不容易 庆浩也纳闷了 这种是不是偶然一两次了 早在一零怀孕期间 她一靠近运银 铃铛宝宝的踢腿表示抗议 真是给自己生了个小经历啊 感叹完人生不易 转头出门就看到独自一人的诱人人 庆浩总算带到机会享受二人世界 结果一道乱生乱气的一鸣打破了她的二胎梦 庆浩只好乖乖认命 隔壁都在追妻 她能到着老婆睡觉就该治死了 刚安慰好自己 老婆却主动发出蹦迪邀请 庆浩瞬间惊醒了 不愧 她一靠不过 庆浩正准备和老婆度过愉快二人世界 一灵却向后闪躲 原来是因为她的胸部很好 这让庆浩想起一鸣刚生完娃的时候 一鸣因为体质特殊 身上出现了很多奇怪症状 比如做了手术后 发热器并没有照常到来 而且一开始还没什么奶水 一鸣为此也曾打了苦脑 半夜都还在偷偷尝试挤出来 把自己弄得生疼 然而好不容易弄出来未给躲过 却遭到小团子的陷阱 看来铃铛宝宝已经习惯喝奶粉了 一鸣感到一阵挫败 庆浩也很无奈 望着怀里蹲蹲喝奶的胖宝宝叹起 小屁还根本不懂小爸爸的心乱 巴掌大的小团子喝口就睡 完全不知道自己伤了爸爸的心 一鸣泪眼汪汪地趴在沙发上 不只是因为小铃铛 还有身上难以忽视的头 甚至让她无法系上扣子 她自则没有尽到奶爸的责任 这样委屈巴巴的老婆 让庆浩感觉像撒娇一样的恋爱 她赶紧将肩膀递过去 让老婆有个依靠 一鸣碎碎念了许多 把委屈都说了说 庆浩轻轻拍着她的被安慰 内心已经被老婆猛死了 次日 一家三口来到游泳场 肥嘟嘟的胖宝宝换上了阴影的装 第一次来这里 林荡宝宝感到很新鲜 庆浩过去借救声圈 一鸣就先抱着小团子玩了嘴 将宝宝白嫩的小脚丫子泡进水里 林荡宝宝立即像小鱼一样蹦了 适应了这波清凉后 小团子乖乖坐在水里 心情显然很不错 这时她注意到水面倒影出的自己 好奇地盯了一会儿 就用小胖双猛力拍开 把一鸣都逗笑了 信号看到玩得开心的父子俩 一要不要去水稍微深点的地方 没人注意到其他人见起的浪花 朝他们这边拍了过来 不偏不以命共铃铛宝宝 等夫妇俩反应过来 小铃铛已经成了落汤鸡仔 圆滚滚的脸盘子满是震惊 夫妇俩欲感不妙 没想到小团子却发出银银般的笑声 谁说这浪糟糕 这浪实在太棒了 胖宝宝继承了大爸爸的天赋 从小就对玩水感兴趣 信号害怕水流太快 把小家伙的豪华快艇冲发 于是将他拖在手心里 铃铛宝宝立马发出哼哧哼哧的奶音 对此表达出强烈的不满 信号只好充当起了人形快艳 带着小家伙一起游 可能是水流太大 体太轻盈的一零一个脚滑 差点摔倒 还好有老公的48块腹肌电影 一大一小两个宝宝都不让人省心 信号一把将老婆抬起来 看着一旁的众人艳羡不已 转弯一圈后 又到了铃铛宝宝宝宝宝的近视时间 胖宝宝粉嫩的小脸蛋一股一股 看来是恶坏了 今天小铃铛玩得这么开心 一铃猜想着孩子说不定以后 会像信号一样成为游泳选手 信号半信半疑地盯着怀里的小子 铃铛宝宝也神同步地抬头和他对视 嘴角还挂着可疑的食物残渣 胖宝宝犹豫两秒半后 没心没肺地脸开嘴叫了一声信号 仔细一听原来是在直呼他的谜 是不是游泳健将令说 目前一次逆死了 愉快的周末结束 信号又投入了紧张的训练当中 就算在忙信号也会陪老婆孩子一起吃早 胖宝宝叼着买嘴吃的麻香 不过最近老婆的食欲却不足 于是他问逸琳有什么小吃的 逸琳愣了一会 她倒是好久没有吃三明治 配着咖啡的味道很是想 孔气狂膜当晚就买 逸琳吃得很开心 以前秦号就尝给他 旁边的铃铛宝宝盯着迷目张胆吃 不适的二人 感觉嘴里的来者瞬间不醒 张开小肉手 急切地嘟那的英语 翻译过来就是我也要 信号捏下一小块 给了娃娃逮捕的胖宝宝 只见铃铛宝宝小嘴嚼巴了几下 立马露出了和小爸爸一样的神情 渴望地看向秦号 冷酷老父亲直接拒酒 哈哈小心把气管抵到 刚长乳牙的铛宝宝 真是妥妥的小吃货 对爸爸们的食物总是充满了好奇 因为牙齿还没长好 逸琳不敢让小家伙吃太硬的食物 只好将圣女果包皮碾碎 让小家伙尝尝味道 尽管如此 胖宝宝还是作作良好 吃得很香 逸琳也发现小铃铛不挑食 还很在意吃的 这一特点完全和大爸爸一模一 同一时间秦号正在吃着四人份套餐 可怕的进食量让队友都惊呆了 武镇贴心解释 是秦号的运动量大 又处在发育期 以后说不定饭量更短 回家后 秦号发现老婆在厨房里偷偷摸摸的 原来是在给他做披萨 因为每次都是秦号做饭 逸琳也想为他做点什么 可又担心不合老公的胃口 没想到秦号二话不说就吃进嘴里 虽然味道有点刺激 但只要是老婆做的他都爱吃 等晚饭做好 铃铛宝宝也起床了 一家三口围在桌前 场面分外温馨 自从逸琳手术后身体状况就不太好 时常会发烧 秦号守在床边照顾他 逸琳却不想耽误他的训练 秦号哪里放心的吓他 想去找教练请假 奈何逸琳太得坚决 他只好暂时打消这个命运 时间一晃到了灵坪 老婆仍旧热得像个火炉走 秦号越发担心起来 第二天 稍迷糊的逸琳错过了闹钟 想起宝宝的早餐还没准备 急忙爬起来 竟发现秦号正陪着铃铛宝宝玩攀影 不用想也知道秦号请假 还发着烧得大宝宝气鼓鼓的女朋友 像急了小铃铛生气时的样子 秦号好笑地看着他 或许察觉到小爸爸不高兴 铃铛宝宝颤巍巍站起来 尝试安慰小爸爸 结果小团子还没够到人自己差点摔了 好在爸爸们及时护住了他 刚开起冷战就失败了 逸琳更恼火 秦号憋笑憋得难受 第一次看到老婆生气 还心黑黑黑 年轻夫妇在家太过火热 小奶娃屁皮一做就是吃瓜 街上话 因为老婆发烧秦号向勇队请假 没想到反而惹得老婆不高兴 逸琳虽然心里很感动 但不希望自己影响到秦号的事业 说到底 二人其实都很在乎对方 面对闹脾气的大宝贝 秦号直接化身霸骨 用最霸气的姿势说着最窝囊的话 没跟你商量就自己做了决定我很抱歉 但是要说清楚 我不是因为你放弃了自己想做的事 我只是不想留着你一个人在家 请你也尊重一下我担心你的心情 秦号软硬间是把逸琳拿捏得死死 气氛正暧昧时 二人突然注意到门口有道奇怪的事情 没错 我们的铃铛倒到小屁屁一坐 又跑来吃瓜 夫妻二人和好了 逸琳的情况却并没有好准 这天逸琳独自在家 因为难受急匆匆跑进卧室 放心不下小爸爸的小奶娃急忙跟上 还不能熟练走路的她只能缓缓爬起 小爸爸总是这样 让小铃铛感到很不安 听小爸爸说没事 又乖乖地坐在门口抖她出来 小小一团就整天守在爸爸身边 逸琳也察觉到了小家伙的担心 没事的 爸爸在恢复期啊 感受到爸爸温暖的时候 一下一下抚摸着她头顶的毛毛 小奶娃舒服地眯起了眼睛 虽然十分不安 但只要能看到小爸爸温暖的笑容 她就会觉得安心 在这个世界上 铃铛宝宝最喜欢的就是小爸爸的笑容 就像小铃铛喜欢洗澡 虽然软呼呼地连绵呼地会被大爸爸挪歪容去 让小奶娃觉得烦恼 但跟大爸爸在一起还是会很高兴 还有小爸爸每天的贴贴 肚子饿了吃了饭饭后 想打瞌睡的铃铛就会被大爸爸抱着 睡着了也不用担心醒来挥饿肚子 因为爸爸们会马上来到铃铛的身边 面对大爸爸曾经的情敌 小奶团进化身邪恶之子花 凶巴巴的小模样仿佛下一刻就要恶龙跑小 朱浩也很尴尬 她刚才只是在溜冰场遇见了逸琳 当时逸琳的状态不太好 她好心服了一个 谁料恰好被抱着铃铛宝宝的亲号亲眼目 一般幼崽们都不喜欢又高又黑的人 觉得是坏人 而逸琳又是一脸不舒服的样子 自然而然小铃铛就误会了 武振也觉得她挺倒霉的 低头温柔地和铃铛宝宝解释 朱浩叔叔是在帮助小爸爸 气呼呼的小奶团把脸扭到一边 完全拒绝沟通 给朱浩郁闷坏了 听说朱浩认识溜冰场的教练 读小学的时候还受到教练的关注 武振好奇她和逸琳是不是小学就认识了 换来的却是朱浩长久的程度 武振弄不透她的心思 还以为自己说错话了 回忆起过往 朱浩心里有些难受 他们小学的时候的确更迷 只不过只有她还记得 这时小铃铛像是突然看到什么 开始在武振怀里剧烈挣扎 原来是夫妻两约亡会火的 看到曾经的暗恋对象家庭美满 还是如当初一样璀璨服务 朱浩内心祝福的同时也顿感觉 武振抱怨亲号怎么这么胖的 不舍得把小奶团还给她 铃铛堡堡一道大宝满里 仿佛有了靠山 一大一小同仇敌开死死盯着朱浩 像是随时会发气景 武振毫不怀疑 小铃铛就是被她大爸爸带坏了 一家三口快快乐乐离开后 朱浩久久站在原地 让武振都觉得她有点好 为了活跃气氛 小太阳武振主动搭话 两人就这么聊到了晚上 武振醉得睡倒过去 朱浩想起一灵幸福的样子 嘴角也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下一秒就被突然醒来的 我真吓得一啰嗦 不CP也很好客 欢迎大家收看小铃铛视角下的一天 每天早上铃铛宝宝 总是比爸爸们先小 迷茫地睁着卡兹兰大眼的仔仔 先是一脚踢开小被子 接着就开启自己的幼儿体操 捧着胖乎乎的香香小脚鸭 咄咄击口 然后再和最亲爱的好朋友小熊打招呼 也啃啃对方的脚鸭子 做完这些后 小铃铛会扶着栏杆 练习站起来 看来好动的铃铛宝宝 已经迫不及待想学会走路 如果练习完爸爸们还没起床 铃铛宝宝就会变成人造小喇叭 发出恶仔咆哮 提醒爸爸们自己起床了 一般这种时候大爸爸就会进来 给铃铛最爱喝的二楼银 咕咚咕咚吓吓肚 小铃铛满足地打了一个奶格 新的一天开始了 爸爸们轻轻到你 就剩铃铛宝宝和小爸爸在家了 可以在爸爸怀里进行玩手 等肚子又饿的时候 大爸爸会回来一起吃饭 小铃铛就能吃到五颜六色的饭饭 爸爸们做的饭铃铛都很喜欢吃 最喜欢里面的香蕉 在大爸爸准备的时候 某个小馋猫已经暗暖不住 只吸溜口水了 希望每天都能吃到香蕉的乖宝宝一美 除了饭饭 铃铛还有很多喜欢的事 比如真雅一目给铃铛唱摇篮曲 武镇叔叔陪铃铛玩 当然还有最好的朋友小熊 因为不管是吃零食还是玩游戏 小熊都会陪着铃铛 怎么不算是最好的朋友 现实中是荷尔蒙爆棚的顶级Alpha 到梦里就变成了可怜兮兮的小屁孩 单纯的逸琳还以为小孩只是和老公长相 殊不知这就是小时候的亲号 看到小孩因受不了 欧梅的信息素的气味 蹲在墙角呕吐 逸琳莫名的有些心疼 小亲号年纪虽小 警觉性却很高 面对突然出现的陌生人伸出的援助之手 她果断拒绝 直接转头走 相似的长相 还有和老公同样的倔强个性 让依林忍不住询问她的 对于初次见面就问名字的奇怪大人 小亲号的戒备心更重 可她不知怎么 下意识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真理 依林这才反应过来 这就是亲号小时候 不放心的她决定送小亲号回家 并谎称答应了亲号的奶奶要照顾她 文言小亲号一脸怀疑 直接拨通了奶奶的电话 依林瞬间慌了 奇怪的是这时候的奶奶居然认识依林 因为奶奶住院了 独立的小亲号都是自己在家做饭吃 她倔强地表示自己能回家 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依林才不管她的嘴有多硬 就要带小亲号吃顿好了 小时候的亲号很喜欢吃汉堡 依林看着小亲号吃得津津有味 她也感到很满足 把小亲号都整害羞了 依林只好解释说 她长得很像自己非常重要的人 结果小亲号却突然拆穿了她的伪装 依林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比她还小 而且还是Domega 本来她觉得所有Domega的味道都很难闻 但依林身上的气味却让她感到安心 一直以来她都担心自己 没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若是有不排斥的OmA的信息诉 都觉得看到了希望 依林忍不住搂紧小亲号 蛮为她会好起来的 小亲号似乎也从这句话中得到了能量 回报住了依林 梦醒了 睁开眼的依林看见小奶娃正撅着屁股 一巴掌拍到老父亲的脸上 三人不约而同的对视 亲号的脸上还清晰地印着小家伙的掌 你看 吵醒爸爸了吧 睡得好吗 醒来看到爱人的脸 依林觉得高兴又幸福 转眼胖宝宝已经一岁了 周岁燕这天很多叔叔姨都过来看铃铛 准备了很多礼物 庆号的教练给铃铛宝宝送了豪华小车车 一铃的教练也不甘示弱 送出了小熊形状的周岁戒指 两个人为争夺小铃铛的喜爱潮得不可开交 让在场的众人都哭笑不得 很快宴席布置完毕 小铃铛在众星捧月下开始了最重要的环节抓招 抓招一室的物品都有运用 可以预见宝宝未来的兴趣职业 大家把庆号的永静和一铃的溜冰鞋也放在盘子里 都很期待两位运动健将结合生下的宝宝 到底会继承哪位爸爸的事业 在众人的起控声里 铃铛宝宝却是小身子一名 直接躲进大爸爸的怀里 庆号看小奶娃的粉嫩拳头钻得紧紧的 想让他松开 没想到铃铛宝宝又和爸爸降丧 发出鬼天灭地的恶龙咆哮 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 这尴尬的氛围让在场顿时压却无声 抓周也进行不下去了 只好进入下一个环节 宴会结束后 小奶娃还是紧紧钻的拳牌 像个鼓鼓的小蛋糕 冥冥类的手抖还不肯松开 庆号猜测刚才小奶娃是不是因为腾彩喊叫的 文言逸琳心凉了半截 二人赶快抱着铃铛宝宝去医院 逸琳很是自责 自己忙着准备周岁宴 居然没注意到宝宝不舒服 实在太适直了 望着哭泣的小爸爸 乖巧的小铃铛立马伸手安 也就是松手的瞬间 一个亮晶晶的东西也咕噜噜滚落在地 捡起来一看 小铃铛手里抓着的竟然是爸爸们的婚间 另一枚还攥在手里 破案了 小铃铛未来的职业是爸爸们的爱情宝镖 此时天空落下银白的雪花 刚好遇上出雪 逸琳抱紧怀里肉呼呼的小团 感谢小奶娃来到他们身边 他们会一直一直爱她的 小铃铛好似听懂一般 也开嘴露出灿烂的笑容 贵族小少爷未婚就大了肚子 宝宝在肚子里相当活泼 下人们都很好奇 少爷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最近有人传言孩子的父亲不是贵族 这让下人们都很心疼逸琳 少爷分化为婴人已经很令人意外了 如今还怀了来历不明的孩子 说不定以后还要独自抚养 这里解释一下古代篇的婴人和洋人 分别带纸妹格和奥 平人带纸贝腾 刚得知自己分化成婴人时 逸琳的内心痛苦万分 被绝望笼罩的他选择离家出走逃避现实 辜负了养父母的期待 还分化成了一个没有气味 也没有发热期的婴人 逸琳感觉天斗塔 恰逢此时天空下起瓢泼大量 沮丧的逸琳只好站起来 找个躲雨的地方 山路泥泞 体弱胶背的小少爷进一个脚滑 落入湍急的水流中 就在他性命攸关之际 忽然出现的男人 用铁一样的臂弯将他捞起 因为脚扭伤了 逸琳无法站起来 他也不想回家 只好请求眼前的男人 帮忙找个躲雨的地方 沁浩看出他有难言之隐 也不再追问 将人背到背上 接触的过程中 沁浩才发现小少爷竟然发烧了 可能是稍糊涂了 逸琳将自己分化成因人的伤心 是全告诉了眼前的男人 本以为可以通过科举报答养父母 现在只能找个好人家嫁了 正巧有认识的贵族家里不嫌弃 送来了婚书 可他还是很害怕 即将要面对的人生 沁浩没有直接安慰他 只是告诉他 自己也是为躲避可怕的东西 才在深山里生活 虽然是洋人 却很羡慕因人 可如今他却很庆幸自己是洋人 能为逸琳提供帮助 聪慧的逸琳瞬间就明白他话中的深意 事与愿为是人生的常态 上天说不定令有安排 逸琳这一刻也忠于释然 接受了自己是因人的事实 庆浩带着逸琳来到他的茅草宫 刚才的开导让逸琳对男人 多了一丝好奇和关注 那魁梧健硕的身躯 竟让他忍不住脸红心跳 逸琳奇怪自己这是怎么了 此时男人却站起身来打算出去 逸琳懵了 雨吓得这么大你要去哪里